劉德宇說 當時他們在現場 以香煙帶香先做祭拜 沒想到怪事發生了 把它插在那個土堆裡面 然後我們就是讓它 再慢慢燒 但是到整個煙燒到洗的時候 煙灰都沒有斷掉 我有稍微問過 這個狀況可能就是 王者當時有在附近 然後他感應到了 不僅如此 專案小組在祭拜完後 前往距離氣室現場旁 約莫50公尺的一間土地公廟 要向土地公劍爐焚燒紙前 串出的熊熊火焰 也讓他們嚇了一跳 那一天其實沒有什麼風 金子丟下去 然後它那個火蛇 就一直不斷的一直串出來 然後火勢都燒得非常的旺 我們專案小隊就認定 在冥冥之中 上天也給我們做一個眷顧 燒不斷的煙灰 以及篡染的火蛇 這些應該都是好徵兆 也讓專案小組增添了信心 確定的時間 檢警恐怖發動歹人 當時所長劉偉誠負責逮捕 在平正開精品店的安琪 領域組人馬則是到台北市連區 一家小有名氣的肉根店 去逮小攀 劉德宇則是負責逮人 在台北中山區上班的娃娃 小攀他有家庭 安琪他也有家庭 當時我們的警方過去找門的時候 這兩個人的另外一半 知道這件事情非常錯誤 怎麼會是他自己的枕邊人 做了這些事情 他們都不知道 然後他有一個小男生 大概國小的年紀而已 然後我就說 小朋友在這邊 你今天不用這樣 他現在有點關係 他怎麼安置到我老婆怎麼了 然後我們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不能跟你講得多 劉德宇說他負責帶回娃娃 案件之所以有契機 全因為娃娃九國三巡說漏了嘴 但現在該怎麼讓他說得更多 當時劉德宇跟同事開著真房車 帶著娃娃從台北市一路往平正開 這一趟路的目的地 不是分局 而是復旦路四段 到了平正 他就是拍子 就是變成比較緊張了 劉德宇說 從台北到平正的這一趟路 他們跟娃娃在車上只有閒聊 並沒有提到案情 但是隨著車子抵達復旦路四段時 娃娃原本的一派輕鬆 全變了 一剛開始是顧左右的研討 他就是說 為什麼要帶他來這邊 我說沒有 我們就是來這邊聊天 然後緊接著 我們也趕快就是跟他講說 當年這邊發生了一件演示案 我們就一直在那邊 就是問他就是說 這個使者 你知道叫什麼名字嗎 我們也有很刻意的就是說 讓他目視著 當時的粉絲的地方 讓他去看著粉絲的地方 看著娃娃的神情 從緊張不安再到恐懼 劉德宇接下來說了這些話 其實我們都知道他是誰 我們也找到他的身分了 我們知道身分不夠 我們要讓他回家 他畢竟已經離開家裡面 二十幾年了 不管怎麼樣 也要讓他回家吧 緊接著劉德宇要娃娃跟著他 一起對著現場祭拜 祭拜完的瞬間 同時也擊潰了娃娃的心房 我就跟娃娃講 娃娃你跟著我一起做 我做什麼你跟著我做什麼 然後你就聽我在講話就好了 當下我就站在娃娃的前面 然後我就大聲的喊 日本妹 娃娃來看你了 你可以放心的 安心的離開這個世界了 你可以安心的去投胎 當他跟著我一起做完的這些動作的時候 他忍不住了終於放聲大哭